大家好,我是A4O经文培训员来自幻想 今天我们将继续A4OVB从入门到今夜80集的第48集 VB文件夹操作 今天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两大部分 首先我们要讲一下文件夹的基本操作 然后要讲便利文件夹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文件夹的基本操作 1.判断文件夹是否存在 我们怎么样判断在一个目录中 一个文件夹是否存在呢 我们可以使用DIR函数 我们在原来讲过可以使用DIR判断一个文件存在 那么它也可以判断文件夹的存在 那怎么判断呢 我们开下面的代码 如果DIR 然后这是目录加文件夹的名称 我们重点关注第二个阐数 VBDevigrate 那第二个参数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DIR的帮助 DIR第二个参数呢 它是指文件夹的属性 就是文件的属性 那你这个是文件夹 是文件 我们可以利用第二个参数来进行指定 那第二个参数呢 有这么多 我们看一下找到这个VBDevigrate 它是指定五熟性文件 及其路径和文件夹 其实五熟用文件呢 很少 一般在 一般很多病毒文件 是这个五熟用文件 那么通常呢 就是路径和文件夹 就是我们所知的一个文件夹 利用这个参数的我们就可以判断 我们可以判断 那我们所指的 那就是一个文件夹 如果DIR的结果等于空 那就表示什么呀 表示这个文件夹不存在 那如果则的话 那就判断这个文件夹是存在的 我们下面可以运行一下 那当前这个代目 那这个文件夹是存在的 我们看一下 结果是存在的 如果我这个改一下 比如说我报名二 是否存在呢 不存在 这是判断文件夹是否存在 就是利用了DIR的第二个参数 二 新建文件夹 我们怎样在一个指定的目录中 新建一个文件夹呢 就新建一个空用文件夹呢 我们可以使用 MKDR 语句 使用很简单 MKDR 然后呢 就是文件夹和 它的所在的路径 比如说现在的 我们在 新建一个文件夹 TES 在当前目录中 新建一个TES文件夹 MKDR 后面是路径 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当前文件夹 多了一个TES的文件夹 那这是新建文件夹 第三 删除文件夹 删除文件夹呢 是使用 RMDR 那这个前面是 金线是MKDR 那这个是RMDR 那后面呢 是这个文件夹的路径 当然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这个 RMDR 它删除文件夹是吗 只能删除空文件夹 如果这文件夹中有文件的话 那它就不能删除了 那如果你要想删除 一个含有文件的一个文件夹呢 你先要删除它的文件 然后呢 再删除文件夹 比如说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TES的文件夹 给删除掉 那就是RMDR 然后呢 后面跟路径和文件夹的名称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文件夹已经消失了 已经被删除掉了 大家记住 删除文件夹呢 是RMDR 后面跟路径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第四 文件夹的重命名 文件夹的重命名呢 是使用了NAME函数 NAME函数 我在一个文章里面看到 它说这个NAME函数呢 它不能对文件夹重命名 其实这种表述是错误的 它既可以对文件命名 也可以对文件夹进行命名 它命名方法非常简单 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 旧的文 路径和文件夹 比如说呢 旧的这个 我 我在这先建 先新建一个TES 这个是删除 你看是这个 新建了一个TES 大家看一下 有个TES 那现在呢 我要把它 纠改成什么呀 TES的2 重命名 TES 这是第一个参数 NAME as 就说 修改后的路径和文件夹呢 放到这 TES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呢 TES 已经变成TES 的2 说明呢 我们这个命名呢 重命名是成功的 大家记住 重命名文件夹呢 是使用 NAME NAME 两个 就是NAME as 其实它是个固定用法 NAME 旧的路径和文件夹 I字后面是新的路径和文件夹 使用也是非常简单 第五 文件夹的移动 就是说 把一个文件夹呢 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它呢 也是使用了 一个新的啊 使用NAME 这个语句 方法呢 和重命名呢 是一样的 重命名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现在要把这个 TES2 移到这个2001报表里面 怎么移呢 这是新的啊 旧的路径 TES2 我要移动到呢 2011年报表里面 TES2 当然你这个名字也可以改 那比如说 现在我先一二 我们开始运行一下 看结果 我先看一下这个 你们有没有 没有 对吧 那下面我们运行 有没有 有 有 那我现在的 还把它剪辑出来 再操作一次 对不对 还是没有 对吧 那下面呢 我要把这个 在移动同时呢 我还要改个名字 我改成 比如说 我改成一版 比如说 我在移动同时 把名字也给它改掉 等于运行一下 名字也给改了 移动文献夹的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改名字 这是 NAME 语句的用法 非常简单 NAME S S前面呢 是旧的 路径文献夹 后面呢 是新的路径 和文献夹名称 这是文献夹的移动 那第六 文献夹的复制 复制文献夹呢 没有直接的语句 我们需要调用什么呀 调用 文件管理系统 就是File Cell Time 然后Object Cell Time Object 那调用这个对象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它的Coffee Faulted 这个方法呢 来完成文件夹的移动 我们看一代码 那这是呢 创建一个 文件管理系统 对象 然后使用 这个方法 来对文件夹 进行直接复制 总复制呢 它后面呢 也是两个 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 旧的文件夹 后面呢 是新的路径文件夹 那最后呢 释放这个对象变量 这是文件夹的复制 需要调用 文件管理系统 这个对象 第七 打开文件夹 打开文件夹呢 是使用了一个 事有函数 事有函数 事有函数呢 在这儿调用了一个桌面管理程序 那这个呢 我们在 人物管理系统呢 经常会见到这个 程序 其实它就是一个桌面管理器 它可以管理文件夹一些信息 包括菜单文件夹信息 如果你把 将来你在 进程管理器的 把这个给删除掉了 进程给删除掉了 那你这个桌面就看不到了 那你又使用这个 文桌面管理程序呢 打开文件夹 大家注意这种用法 后面呢 空格 这儿的比较少 后面是文件的 文件夹的路径 逗号1 这是利用 调用桌面管理程序 打开文件夹 咱们可以打开一下 比如说我打开 现在打开 这个2011年报表 现在没有打开 我运行一下 再看一下 现在已经打开这个 文件夹了 将来你要编写一个程序 需要 打开这个文件 需要打开文件夹之后呢 就可以使用 是有函数 这是打开文件夹 那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文件夹的 基本操作 也交召完了 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下 便利文件的 文件夹中的操作 那便利文件夹呢 包含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便利文件 就说我 比如说我指定这个 医院 或者是某一个文件夹 A公司 我要把 这里面的所有的文件呢 都一个一个来找到 或者是处理 进行一些处理 那怎么便利呢 我们看一下 MyPath 这是当前的路径 所以我指定个路径 这是清空 首先呢 我用第二函数呢 得到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文件名称 第二函数呢 它可以完成 文件的便利 那第二函数呢 我们可以指定 文件的类型 并且呢 用通费符呢 可以指定文件的名称 那这呢 是MyPath 是路径 然后呢 连接上 文件的名称 文件的名称呢 是任意的 但是呢 它的类型是 ASO文件 那将来你要变利 Test的文件 就是说文本文件 怎么变利呢 TST 你要变利 Word文件 怎么变利啊 是DOC DOC 然后呢 通过循环 通过循环 把所有的 ASO文件呢 都显示到 工作表中 工作表中 但是大家注意 就说你怎么样 能够把所有的文件 都都取出来呢 我们再取出来 其中一个 就说 取出来某一个以后呢 我们要想取下一个 我们就需要使用 我们定义这个变量 再调用DI函数一次 就说 变量等于DIR 变量等于DIR 那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 找到下一个文件 如果你在将来 在一个循环中 你没有使用这一句 那你 只能找到一个文件 那其他文件 你找不到 这就大家 不要忘了 就是说你 我们定义这个变量 一定要在循环中呢 让它 再次调用 再次等于DIR 就调用DIR函数 那通过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ASO文件 全部给找到了 那这个度循环 它的结束条件是什么呀 就是 文件名称呢 是空 文件名称是空 当文件循环完 循环完以后呢 就返回一个空 我们利用这个空 直到就可以判断 那你这个循环呢 结束了 文件呢 全部找到了 全部找到了 在这个题目呢 大家注意 就说在DIR后面呢 我们可以指定文件的类型 就说点 点后面的文件类型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通背符 来确定文件的 就说文件的名称 有时候我们要包含月份 加上你要包含月份 怎么弄 怎么做呢 就是星 月星 这里呢 可以使用通背符 那这样呢 我就可以指定类型 指定文件名呢 来便利文件 那这是个便利文件 那下面呢 我们要讲一下 便利子文件夹 那在这呢 比子文件夹 不包含什么呀 下一期 比如说那一个文件夹 里面还有套文件夹 那现在我要便利 2011 2001年 2011年 报表 这个里面呢 这四个文件夹 不包括什么呀 不包括一月里面 的文件夹 也不包括二月里的 主文件夹 我只包括 当前的 路径下的文件夹 那有一些同学说 那有时候呢 我 我需要便利 所有的子文件夹 怎么办呢 我们在下一讲呢 将会介绍 怎么来便利 所有的文件夹 咱们这一讲呢 只介绍 怎么便利 当前路径下的 子文件夹的名称 其实呢 这个和上一个 便利文件呢 只有 很小的差异 差异在哪呢 就是 DIR 后面的第二个参数 刚才我们也讲 第二个参数 那如果说 我们把第二个参数 设置了 它的话 那么我们就指定的是 无属性文件和 目录文件夹 我们这里还是不考虑 无属性文件 因为呢 无属性文件呢 我们用的很少 也会出现也很少 那么就把它当成 一个文件夹了 文件夹了 我们看一下 度 如果not 所有内部就是 这个文件的名称 这个文件夹的名称 文件夹的名称 文件夹的 like 这什么意思 not like 就是不包括点 那什么情况 包括点呢 就当前路径和上一级路径 当前路径和上一路径 如果他 如果我们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 没有这个判断的话 我们看一下结果会是什么 当前目录和上一级目录 它就这样一个标识 那当然我们这个是没有用了 我们只需要把当前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夹给找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这个给排除掉 总排除掉 我们可以使用like 就判断我 那你这个名称里面呢 不能包含点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目录下的自文件夹呢 变成立到AE变了 那这是便利自文件夹 这是区别呢 是DIR的第二个参数 那这个默认呢 没有第二个参数呢 那它就是文件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设置的话 那就是文件夹 在这需要大家注意 好了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目录和文件夹的操作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咱们在下一节呢 将介绍便利指定路径下的所有子文件 子文件和子文件夹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呢 第49集再见 咱们